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10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首先来看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 中国央行因为担心金融风险的蔓延 正在考虑放宽规则 让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更加容易出售资产 以避免违约和对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打击 中国去年年底出台了房地产公司 借款额度的规定 也就是所谓的对杠杆率的三条红线的严格规定 以至于中国恒大等开发商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的能力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考虑 为财务紧张的房地产公司开辟条活路 那就是允许买家很可能是国企 在接管资产的时候 不使项目的相关债务影响其自身的负债率 从而帮助恒大等地产商更快地卸下项目 突然出现的这一新规 凸显了中国政府在处理规模过大的房地产行业时 日益加深的困境 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房地产行业不断上升的违约风险 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而央行这一新举措将代表一种修改 而不是完全改变抑制房地产投机的广泛政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将消除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作为改革的一个主要部分 他指示监管机构要收紧房地产贷款的螺丝 并且推动更多的房地产税的试运行 央行一度坚称开发商违约风险可控 他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坚守收紧目标 但同时又防止出现大规模违约 因为这将破坏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而随着对房地产市场镇压的痛苦 从私人开发商蔓延到了各行各业 中国社会的许多角落都在呼吁政府放松政策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会议记录 本周一国务院的高级官员 与深圳的十几位房地产和银行业的高管进行了讨论 许多人谈到了该行业的恶劣状况 以及对经济的连锁反应 家召业集团的执行董事李海明在会上说 像他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正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紧缩 他向出席会议的官员建议 应该允许银行继续发放贷款 并且鼓励国有企业从有问题的开发商那里收购项目 以帮助他们补充现金流并且建立市场信心 现在国有企业不愿意铺上去救助 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收购 会将被收购项目的相关债务 也添加到他们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 而根据三条红线的规定 这可能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借款能力 这已经使得许多的资金紧张的开发商 无法卸下资产进行还债 消息人士表示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目前正在考虑放宽 在此类收购中的借款限制 为此央行可能会选择 在根据杠杆率衡量收购方的借款能力时 不考虑接手资产时承担的债务额 知情人士称 这将是一种让你活下去的方式 此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 已经开始放宽一些规定 试图稳定市场 比如说允许一些开发商在中国出售中期债券的相关措施 以及帮助他们更容易的偿还外国的美元债务 消息人士称 中国最高证券监管机构还在考虑修改申请程序 让开发商可以出售以资产担保的证券 再来关心下周即将发生的习近平与拜登的虚拟峰会 就在峰会即将开始之际 习近平昨晚表示 中国随时准备与美国合作 使两国关系回到正确轨道 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封信中 习近平说 中国随时准备与美国合作 在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全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习近平在信中说 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纽约宣读了这一封信 秦刚则表示 中国的美国政策一直是高度一致和稳定的 北京从战略和长期角度处理中美关系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即将举行的习近平拜登峰会 将为包括贸易和军事问题在内的双边交流奠定基础 消息人士还说 此前美国官员曾经试图推动 举行习近平拜登的当面峰会 但是由于中国严格的疫情政策 双方最终确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来进行 昨天路透社和彭博社 首先报道了习近平和拜登将举行视频峰会的消息 针对这些报道 白宫今天没有予以否认 同时表示 白宫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讨论 以确认细节 中国外交部今天则表示 中美两位领导人在两次电话交谈中同意 以各种方式保持定期接触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说 中国和美国目前一直在就即将举行的峰会有关的细节进行密切接触 观察家们呼吁这两个大国在明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之前 抓住有限的窗口期改善关系 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说 明年2022年中国有其重要的国内政治会议 而同时也是美国举行关键的中期选举的时刻 即使一切顺利 双方为支持双边关系所能投入的精力和资源 也会在明年秋季之前减少 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在双边关系方面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一位中国政府顾问说 中美双方此前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指责 他们必须看到如何重建互信 美国一直在遏制中国 并且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最近沙利文在接受CNN采访时 对中国则采取了更加温和的语气 说美国正在寻求共存而不是冷战 他还称拜登团队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那就是试图改造中国 但是沙利文也表示 美国正试图组建一个盟友和伙伴联盟 向北京施压 同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计划下周分别前往亚洲 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邻国 讨论供应链和关税的问题 北京的政府顾问说 习近平和拜登需要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后 就贸易和关键经济问题进行谈判安排 如果贸易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它很可能可以帮助缓解整体关系的紧张 另外 观察家们还说 台湾问题预计将会成为 即将举行的会议的首要议程 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向美方施压 要求美方停止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很多缓和的迹象 但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针锋相对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部队 在台湾正对面的水域进行了备战演习 美国国会代表团则抵达台湾 进行了突然的访问 这被北京方面抨击为 对其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扰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 今天中国和美国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计划 将在关键的下一个十年 共同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有力的推动了气候峰会的进程 中国气候代表团团长谢振华 今天公布了一项联合声明 关于中美两国未来在减排方面的密切合作 这一突然的态度转变 令东道主英国感到非常意外 并且将向会谈中的190多个其他国家 发出强烈信号 那就是中美两国将在一些关键的具体领域开展合作 例如减少甲烷以及在交通能源和工业方面的排放 谢振华还承认 双方认识到当前的努力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我们将共同加强我们在巴黎的努力与合作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他说我们希望这份联合声明将有助于气候峰会取得成功 美国气候代表约翰克里则说 这一宣言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步骤 而每一步都很重要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察家则表示 这份联合声明的发布表明 合作是中美两国的唯一选择 这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地缘政治 这种高调的承诺给两国带来了压力 迫使他们要改变立场 使气候协议取得成功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